我們所有人都在抵抗資訊 肯尼亞內羅北汽油輸送管爆炸 致死有60人死亡 法國南部一處管理核廢料設施爆炸 造成一個人死亡 卡扎菲的兒子薩納迪等人的車隊 從利比亞穿越沙漠進入尼日宜之後 被軍方巡邏隊攔截 前斯洛文尼亞總理阿內茲陽沙 因為涉嫌貪污受審 此度數擊敗沙蓮娜威廉斯 贏得美國網球公開賽女丹冠軍 是超過30年來 首位奪得這項錦標的澳洲球手 寶貴在一起 他在一起 一段時間 寶貽